西洋大人,每天都告诉你好天气! 队友持续的时间很长,甚至到了晚上十点后,这队友才慢慢脱离陆地消散。 其中在下午的时段,嘉义出现了剧烈的降雨,有五个侧站达到短时毫月的等级。 嘉义市东区侧德116.5毫米的湿雨量,雨是非常惊人。 今天随着太平洋高压再牺牲一些,东南风的水气与逐天相比,来的比较少一点。 上半天各地的天气稳定,而且温度普遍还会这笔昨天来的热。 目前,气象局已经对南高平、东半部、双北发布黄色的高温资讯。 以上区域有36度高温出现的机会。 午后西半部在热力条件充足,水气仍不算少的条件下,还是有比较旺盛的热度流发展。 山区普遍容易有午后雷雨。 中南部仍然有短延时较大的降雨几率。 毕竟周末两天,中南部的天气都与今天类似。 维持比较容易有午后雷雨的夏季型天气。 北部因为风向比较偏向东南风,热队流发展的条件比较差一点。 平地天气状况算是比较稳定的。 午后热队流影响的范围比较偏向山区。 台北盆地白天的温度可能会受到东南风气流有过山震温的作用。 高温可能还是会来到36度,感受是比较热的。 这样子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可能会维持到下周的中期。 虽然热带老洞08W已经往西远离, 不过目前在菲律宾上空有一个热带老洞97W, 目前正在发展当中, 预估明后将进入南海。 开始受到新的季风的支持, 会逐渐发展为比较明显的季风低压。 使得未来几天, 虽然台湾的东南风还是比较潮湿。 那西半部山区在水汽条件比较冲突的情况下, 都还是有午后热队流发展。 迎封面的恒春半岛到台中地区, 则是持续都有短暂雨的机会。 预计周至过后到下周的中期, 随着南海的低压发展增强, 其外围的东南风风速会更强, 水汽也会比较多。 迎封面的东南部, 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降雨发生的机会。 那提醒以上地区的民众外出时, 还是要留意天气状况。